33南北线将带您一起解析全球的大小事 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加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立足于新西兰放眼全世界 解读国内国际的大事件 深挖新闻背后的历史和内涵 传递不同角度 不同人群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33南北线带您解读全球热点 33南北线南北都了解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33南北线 我是Kirito宋雨璇 同时今天和我一起走进演播厅的还有David老师 David老师您好 Kirito好大家好 是今天我们和David老师一起要探讨的话题是芯片荒 因为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球的大局势 美国在不断的压制中国有关芯片高科技的这些产业 哪怕是机器 同时还有重要一点芯片如此重要吗 中国有这个能力制造吗 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 我们知道芯片是当下这个时代许多的重要的科技产品的一个核心 没有芯片的话 世界各地的汽车工厂我们看到都要停产 美国的福特通用 英国的本田 再到中国的电动汽车未来 这些大厂都是因为芯片的短缺而停产 那么现在制造芯片的技术被美国视为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关键武器 SK海力士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供应商之一 从智能手机到数据中心的各个领域都使用这种芯片 SK海力士本计划将最新极子外光光刻机为无锡厂的一个量产设施进行升级 但无奈美国反对 理由是将这类先进工具运制中国可能被用于强化该国的军事力量 无锡这家工厂对全球电子行业至关重要 因其生产SK海力士约半数的动态随机记忆体芯片 占全球总量的15% 该公司将需要EUV光刻机来控制成本并加速生产 如果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内得不到解决 SK海力士可能会在与头号内存芯片制造商三星和美国美光等对手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星和美光也都在转向使用ASML的EUV光刻机 但没有在工厂所在地使用 因为这些机器面临出口限制 这一潜在的挫折可能使SK海力士成为下一家卷入中美地缘政治之争的企业 不光拜登政府时期 特朗普政府多方着手 成功阻止ASML将技术出售给中芯国际 SK的海力士想要往中国引入EUV光刻机的这一设备遭到了美国的阻挠 那EUV光刻机有那么重要吗 非常重要 只要是想掌握芯片技术 你就需要这个光刻机 那么中国是作为全球芯片销量的最大的国家之一 芯片是严重的依赖进口的 那我国有很多的芯片是没有办法自己进行独立生产的 也是因为我们缺少了一个核心的设备 那就是光刻机了 那荷兰的ASML公司已经拥有了成熟的7纳米光刻机 它就是通过工艺上的改进之后甚至可以生产5纳米或者3纳米的芯片 很多人都说说制造光刻机比制造导弹卫星都难 这其实不是危言耸听 光刻机是作为全球技术含量最高的设备之一 目前真正具备光刻机制造能力的也就那么几个国家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荷兰美国日本还有中国 不过中国制造的光刻机它所制造出来的芯片是90纳米 离真正的我们刚才看到7纳米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所以真正制造出7纳米以上的光刻机只有荷兰ASML一家公司 而制造导弹卫星只要大家掌握了技术就可以把它生产出来 它所需要的供应链没有那么多 所以美国就担心一旦中国有了光刻机 技术就会被慢慢的学去了 而被中国会用到军事武器当中 我们刚刚说到说环顾世界能造原子弹的国家有很多 但是高端的EUV光刻机现在制造的只有荷兰的ASML公司一家 一方面我们看到这台EUV光刻机有10万多个配件 它是集结了全球最顶尖的一些技术 用的材料光镜头都是非常一流的 我们看到这张图这张是DUV是目前为止现在全球的新建厂 比较使用的一个比较常用的DUV光刻机设备 那DUV光刻机它其实是使用的是28纳米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定 它还没有到7纳米的技术 不过它已经集合了世界上非常多的先进技术 比如说日本特殊的复合材料 德国的蔡司的镜头技术 还有美国的控制中心 美国的光源 它把所有各国最先进的技术都集合在一起 由此我们看到光刻机技术不是一个国家的技术储备能量 就能够实现的 那么阿塞麦奥厉害的一点 它是把这么多国家这么尖端的技术都集合在一起 大家还都乐意为它服务 那么它用了很特别的一个运营方式 那就是在核心技术的获取之上 它是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 获取光刻系统的核心技术 那么在部件的供应商上面 它90%的部件都不是自己生产的 它是通过合作和外购其他公司 其他世界顶级技术产品 比如说德国机械 蔡斯镜头 美国光源 那么在资金方面 它同时引入了像是英特尔 台积电 三星 这些电子巨头的注资 形成了一个无法复制的战略利益共同体 大家共同去赚钱 那光刻机的设备 在ASML这个研发已经有数十年的日子了 那么它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进行量产 就这台小小的光刻机 不能说小小的非常大 它的价格超过了1.5亿美元 如果要把这么大的一个机器运送到 你要想在的工厂的话 它需要使用40个集装箱 20辆卡车 还有三架波音的747飞机 目前市场上普遍认为 如果没有这个设备 生产商就没有办法制造尖端的芯片 那么乔治成大学的技术研究中心的一个分析师 曾经表示 说这个设备暂时只有ASML能够制造 如果中国想制造恐怕至少要有10年的时间才能实行自主制造这样的机器 可以说ASML在EUV光刻机的设备是处于一个全球垄断的地位 一支独秀 但是在DUV光刻机 DUV光刻机它叫深紫外线光刻机 那EUV光刻机叫做极紫外线光刻机 从名字上听就觉得EUV光刻机好像略高一筹 那目前其实大多数的芯片工厂都在使用的是DUV光刻机 那DUV光刻机的它的技术的工艺节点是28纳米 最多能做到10纳米 那在DUV光刻机的设备上 它还是有竞争对手的 那就是日本的尼康和佳能 不过ASML占据的市场比例是85% 而日本的尼康和佳能在这一方面 他们的占比只达到15% 这是在DUV光刻机上 那么在EUV光刻机上 只有ASML一家公司能够进行制造和完成 可以说每一个芯片工厂都想要升级自己的产能 都想要拥有EUV光刻机 即使要花大价钱 要花1.5亿美元 没关系 运输很复杂 也没关系 都要买 中国想拥有吗 也想 中国的中芯国际很早就想拥有了 而且很早就下了订单了 但是因为得知中国想拥有 当时特朗普就特地到荷兰 束缚当地的政府不要卖给中国这么高精尖端的技术 所以在美国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光刻机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当然这也意味着ASML公司陷入了美中贸易战当中 随着美中两国陷入人工智能领域的庞大争夺战 如何获得或构建最新AI芯片成为了关键武器 2019年7月 特朗普亲信会见荷兰首相 警告他们不得将最先进的光刻机卖给中国 2020年9月13号 美国对华为制裁正式生效 华为无法通过代工或采购获得高端芯片 2020年底全球爆发芯片危机缺芯波及169个行业 2020年3月31号 拜登计划在美国国内芯片制造投入500亿美元 在电动机车领域投入1740亿美元 2021年11月8号 台积电三星SK等芯片巨头向美国低投 2021年11月13号 英特尔计划在成都扩大芯片产能 白宫以不安全为由得以否决 2021年11月20号 美国阻挠韩国SK海力士在华半导体工厂 引入集子外线EQV光刻机 好的我们看到中国的芯片是遭到了美国掐脖子 其实这个掐脖子它通过很多步 其中有一次是英特尔就想在中国的工厂去增加产能 但是拜登拒绝了 现在又是SK想要引进EUV光刻机也被制止了 所以代表老师我想问一下 到底美国多害怕芯片的技术的产能 在中国得以发扬光大呢 非常简单 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到了中国人的手上 都变得活灵活现 而且会举一反三 大家都能够不断的去创造更多的新的产品 实际上当然来讲 芯片对中国来说有迫切性的需要 当然光刻机的技术 现在在荷兰的手上 美国政府当然在这个中间有巨多的 不管从技术股份都有一定的参与 所以中国如果拥有光刻机 换句话讲芯片的那种独占性 就不是美国所拥有 因为现在中国一年大概进口芯片 大概在3500亿美金 这是一个巨大的金额 对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来讲 他们算是赚得盆满钵满非常的高兴 所以美国是非常担忧 中国能够拥有光刻机自己能够制造芯片 是 其实光刻机到中国 美国一直是采取一个反对的态度 拜登反对 特朗普也反对 其实我们看到这次拜登给出的反对理由是 中国拥有了这样的技术 很可能会用在军事上 您觉得有这种担忧是顾虑拜登该有吗 对 但实际讲任何东西都离不开芯片 甚至来制导炸弹到洲际导弹 任何武器上面都有芯片 实际上在商业跟军用上面 实际上很难区分 但是依照过去在二战之后 1945年欧洲有一个叫做巴黎促进委员会 那种概念就是对某一些国家进行管制禁运 实际上虽然这个组织已经解散 但是实际上在国际上还是有一种 他们有签了一个叫瓦胜纳协定 言下之意就是说可能对于这种非友好国家 我们对某一些东西都是禁运的 所以对中国来讲买光科技这件事情 可能就在名单上不能卖给中国 是 说到这里有突然想到一个新闻 有一个中国的这个人他在美国 他叫十一池还是十一什么 他是这样的 他是被美国指控 说将这个美国的军用设备的武器 然后呢偷偷的带到了中国 他的这个带到的过程还很复杂 他交给他这个新加坡的朋友 或者交给他航空的朋友 然后带到中国 带到中国一个中国成都的科技公司 那他刚好是中国成都科技公司的CEO 那他后来呢还在这家科技公司中 然后有一个分布专门是制造 这个军用的半导体芯片 那这个军用的半导体芯片 包括他带到中国去的 其实就是这个美国的这种海军啊 陆军啊他所使用的这个芯片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拥有了这项技术 也会把它是不是用在 比如说这个这个航空航天 甚至是整个的军事装备当中 对这个就回到一个点上 任何东西他可能是商用 同时也可以军用 就像来讲这个驱逐舰的这个引擎啊 他也可以装在轮船上面来推动货轮 当然他也可以放在驱逐舰上面呢 推动驱逐舰是军舰 那就是军用了 那当然呢这个科学家呢 最终呢被认为是这个泄露 美国军事机密啊 实际上这个界限非常难分 因为美国商务部呢 在最近成立一种所谓的调查小组啊 就是有一种对于所有美国科技啊 是否能够流向中国这件事情呢 在进行追踪调查 甚至当然有一些是蛮冤枉的 他可能是在学术研究上面啊 大家在学术交流 但是在美方的认定上 这就是一种泄密 所以整体来讲呢 在这个时代军用东西跟这个商用很难区分 尤其在芯片上面 是同时我看到一条新闻 这个也是美国这个真的是下大功夫去阻碍中国芯片发展 就很多现在目前为止 芯片生产公司想要在中国建厂都会被阻挠 包括你没有办法提高产能 你想要机器没有 你想要技术没办法 我不让你去提供 那中国在这样的状态下 如何呢让自己的芯片能够突破重围 当然来讲这个芯片的制造 实际上我刚刚讲的光科技啊 你讲得非常清楚啊 实际上它是有这个上千道工序啊 上万个零件啊组合而成 当然在这个芯片制造过程中呢 它难度也非常大 它必须是一个一条龙 从这个设计到晶圆制造 在晶圆上面用光科技打出芯片 然后再封装 这个讲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但是在西方国家不断对中国一些设备的禁运上 对中国来讲呢 这个半导体制造的始终就出现了一个短板 这是一个蛮困难突破的事 但是看起来中国政府比较有决心啊 这个拨了很多钱不断的努力 希望能够把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给做起来 甚至希望到2035中国有自己的芯片 甚至在全世界中国芯片呢是非常的有名 这个都是有决心 但是我们从很多角度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政府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往往是说到就一定会做到 那我觉得虽然现在芯片看起来是像短板 但是我想不出这个十几年中国应该可以有自己的芯片 是我们看到其实中国政府在拨钱 当然中国的企业方面也很努力 我们看到最近华为已经开始和中芯联手合作 要打造28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其实以前的话已经有我们已经有光刻机 但是光刻机是一个90纳米的 还差的很远 其实在这种过程道路上 您觉得企业应该如何去发展呢 当然来讲在实际上现在我们生活离不开心 这个就像我们人要心脏一样 任何生活当中都有芯片 以前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以为这个芯片都是高科技的 但是在哪怕是电脑 这个电动汽车 工具机自动车床 任何上面通通都有芯片 那当然来讲对中国来说 现在华为非常遗憾 当然过去受到美国因为芯片打压 实际上它的手机市场高端芯片 它已经慢慢在弹出 它也知道在这个现阶段来讲 它必须转型 所以虽然是28纳米 但是在理论上来讲 在大部分的工具机或办公室设备 在许多方面是足够用了 不一定是很多办公设备 需要用到什么5纳米 3纳米 这种尖端芯片 所以整体来讲 中国虽然现在做不了5纳米 3纳米 但是如果能把整个芯片产业 它还是继续维持继续走 这还是一个好现象 是 其中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 就今年9月23号的时候 美国特别召开了芯片的一个小会议 它把20多家芯片的厂商 全部都叫到自己的地方 说你们要提供给我各种各样的数据 包括客户数据 包括你的这个数据 最后我们看到 其实三星台积电都有向其低头 而也看到了说三星台积电 其实已经打算在美国建厂了 包括已经有了 但是今年是三星要在德州要建一个厂 在这个厂上 其实美国给出的福利还是蛮大的 比如说第一年免出它90%的房屋税 然后第二年厂房税要免出80% 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 希望它把厂开到美国来 那您觉得说美国的这一举动 比如说让它所有的这些公司要交出这些数据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回头来看 美国实际上稍早之前有一个叫做无限前缘法案 当时美国拨了1000亿美金 就是要发展半头的产业 因为在当年美国80年代开始研究芯片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当时想的是美国走在最上游做设计 然后最耗电的最污染的 有需要大量用水的半导体制造 交给东南亚国家 当时台湾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台积电 当然除了台积电 台湾大概有五六十家做半导体产业 他们就开始做所谓的技术代工部分 当然现在美国在突然缺芯的情况之下 尤其在2022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美国不是要断华为的芯片吗 当时中国在那一年就买了3800亿的芯片 超额订购 当然也造成芯片市场 开始出现一种恐慌性的预期订购 大家都拼命买 造成现在芯片荒 甚至美国汽车制造业都没有办法出车 因为车子没有芯片 芯片你不能卖 对不对 只能停在公司的门口 上万辆汽车都是这样 所以美国政府就决定说 我应该把制造芯片的这部分拿回来 但是实际上是非常的困难 以现在台积电一个5奈米到3奈米的厂 大概投资要100亿美金下去 去做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非常的便宜 整体来讲 当然对于美国现在有这种想法 它通过商务部逼着各个大公司交资料 实际上它是要掌握所有的现在半导体的流向 市场的供需 哪一些芯片大概要多少 它将来来布局它的芯片产业 但是以现在整体来看 美国在招手 日本在招手 德国在招手 大家都在招手 都给好条件 那到底这些芯片厂制造厂会去哪里都还不一定 但是看得出来美国的纪录心就是一定要让中国断心 不能让中国继续有芯片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 是美国这个是下足马力要诸国断心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采访到了位于我们基督城的记者刘春光先生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那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必然是数字技术的大时代 谁能抢到这个先机呢 谁能掌控半导体市场 谁就将会是未来的那个大国 那个强国 这也是目前全球的各个国家的一个事实 半导体呢 俨然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 那目前智能手机 汽车等各个行业 芯片都是灵魂一样的存在 美国此举的目的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个呢 他想借着解决全球芯片供应量短缺的问题的这个名义啊 要求各大芯片巨头上交这个行业的资料 包括客户资料 那本来这是一件非常无耻的事情 但目前来讲台积电啊 还有韩国方面呢 都是敢动不敢言的 第二呢 就是美国等他掌控了这个全球半导体行业的详情以后呢 他就可以加强本土的行业扶持和一个市场占有率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 他会联合这个盟友国用各种手段来控制中国市场 抑制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发展 就目前的资料显示呢 三星啊 SK海力士 还有台积电这些芯片巨头呢 已经如期的上交了所谓的资料 那有人就问了 那不交不行吗 美国不是说自愿原则吗 那如果你这样子想 那你就太天真了 美国方面呢 表示要求是自愿的 但如果不回应 白宫方面就会使用国家生产法或者其他工具 迫使你交出这个数据 同时呢 美国也在想尽办法来限制中国芯片的发展 包括制裁中资企业 限制国外的技术和设备进入中国 那近期SK海力士将EUV光刻机带到 想要把它带到中国的无锡工厂 这受到了美国的强烈阻挠 芯片的光刻机呢 其实是荷兰生产的 每年的产量呢 今年的产量大概只有45台 是用了42个国家的核心技术 这里并不是说美国它独大 所以说它说了算 而是这个40多个国家一定都要同意了 所以这个事情才可以进行 那现在呢 问题就在于只有美国一家不同意 那有一家不同意 这个事情就办不下去 所以美国在想尽办法 控制中国的一个发展势头 在与此同时呢 它不断的壮大自己 加大手中的筹码 因为这场战争啊 真正的对异也还没有开始 等真正对异开始的 那个时候的到来呢 美国方面的就是希望 那你中国有稀土资源 我美国到时候有半导体有芯片 大家就互有筹码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坐下来谈判 也可以互相交换了 而到时候呢 美国的其他这些盟国啊 或者我们所谓的这些小国 可能手里面什么筹码都没有 同时呢 也就只能任其任人宰割了 好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春光 我们看到呢 美国现在鼓励啊 像三星这些科技公司 来美国本土建厂 那据说这次呢 三星在德州的这个整个的花费是170亿美元 是 所以戴越老师 您看到美国的如此鼓励这些科技公司 回归美国的本土 真的能够如期解决它本土供应链的危机吗 这个我就要讲一件事情啊 大家可能过去都记得 只要这个中国啊 对于所有的这个外国公司在中国生产产品的时候呢 这个西方国家都说中国啊 都有这个强制技术转移这个条款 那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来讲呢 不公平啊 一直以来这个也诟病啊 中国的市场经济 但实际上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外国厂商当时在中国制造生产的时候 虽然是技术转移 但是它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虽然它技术可以转移出去了 但是呢 它在这里可以生产大量的东西在中国销售 它也是赢家 但是这一次呢 美国的要求众多的这些半导体产业 去美国设厂 当然来说呢 这只是为了美国在芯片安全上做一个保证 因为美国必须要理解啊 第一它的芯片产业 芯片产业制造需要大量的用电 还有大量的用水 还有呢 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劳工成本啊 那美国有没有那么多科技人才 能够愿意待在芯片工厂里面 这个都是并不是有钱啊 盖一个厂就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不管三星将来台积电这些都被迫啊 因为商务部都要求他们交资料 实际上说穿了就是要去美国开工厂啊 这个难度是有啊 尤其美国在劳工保护的上面要求非常高 所以对于这些芯片制造厂来讲是有苦难言啊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说美国常常说中国怎么样怎么样 但回头看看他自己好像也不怎么样 这个就是典型的双标 是 对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目前为止 不管是在5G物联网 互联网包括很多的智能的这些设备上 它其实都有自己一定的水平在的 为何在半导体和芯片的制造上 如此难以突破呢 甚至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个这个技术的这个研究人员说 他至少要需要10年的时间呢 这个当然了 实际上中国没有不努力啊 不管对企业的补助啊 大量的资金投入啊 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因为这个就是属于 但这个科技产品的限制这个进口出口之类的啊 实际上让中国买不到很多高科技的这些啊 产品啊机器来制造这些东西 就像光科技就是个例子 如果今天中国能够买到光科技 中国根本不会在芯片上面是短板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不管在AI人工智能 对不对 大数据运算 还有这个其他方面物联网 都是在全世界领先 这代表中国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啊 那当然了现在的短板的看得出来需要10年 那实际上这个短时间要突破这个光科技的技术啊 并不是不可能 因为随着这个芯片制造 现在已经走入第三代的半导体产业 就是第三代的芯片制造 那当然呢对于中国来讲 我觉得就像前面所说 只要有决心 中国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目前为止在国内整个芯片行业 它的人才储处备量是非常不足的 它的缺口可能会达到25万到30万左右 那在这方面中国要如何补齐 让很多的人去愿意在这个行业内去奋献自己的这个才华呢 那我倒想问一下Crystal啊 你本身也在中国受了过高等教育啊 你觉得中国现在在这一个领域当中 你怎么突破呢 你觉得 对首先我觉得这个中国在这个领域呢 它的根本原因说芯片行业之所以为什么发展的这么慢 其实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的制裁 而在于确实中国起步就晚 那另外的话中国一直都是在依赖进口 当时就没想着说哎 美国会制裁的这一天 我们会如此需要芯片 那不是有句话吗 那时候刘少奇说这个这个造船不如买船 买船不如租船 所以可能中国当时就做这样一个打算 想是想是租 那既然就不用自己去研发了 我们直接用就可以了 但是外在因素就是美国现在逼迫的 你不得不开始要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了 那既然美国如此逼迫的走道路 再加上确实芯片市场 现在是一个急速上升的阶段 中国的它的整个比率 每年基本上是以20% 20%这样的科技产品的比率在上升的 所以中国这块市场 大家看着都热 科技的公司看着热 芯片工厂看着热 再加上本身 它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多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来开场 这美国一限制 糟糕 中国发现原来我的人才储备如此不足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 我看了一组数据 中国现在的比较在芯片行业的这种科技的学科 在全世界前50排名中 中国只有4所大学 而美国有将近9所大学 中国只有清华北大上海交通 还有一个是浙大 4所大学 清华大学是排名最先的 关键是这部分中国愿意培养的这部分人愿意去学吗 学了之后可以保证就业吗 他们可以为之付出努力吗 其实这都是一个问题 再加上中国芯片行业一直是别人来设工厂 你没有一个尖端的领尖人物的带领 这就很难 就像郝老师一定是带出好途律的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尖端人物带领 所以在未来上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能和其他的 比如说美国的高校进行合作 包括在科研上 像我们看到 ASML公司 它是集所有这些国家的力量 在做一件事情 它不缺资金 不缺这些材料 它唯一可以专注研发的就是它的技术 所以它可以做这样的EUV光刻机 中国有没有这种能力 把所有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优秀的这些人才 或者是这些优秀的学科能够集合在一起 我觉得中国当时曾经有一个口号 现在没有什么人讲叫中国制造2025 我想你都听过 实际上现在来讲 中国人才在全世界人才积极 不管在硅谷到处都有中国人才 当然现在如果只是短 就像你讲 只是靠一些企业短时间 就希望把半导体产业给做起来 确实是不容易 但是回到像你讲 如果能够产观学结合 这倒不是唯一一个方向 对 而且要做长远的规划 对 人家已经说了 你可能需要10年 那你要做好10年的规划 未来有很多的发展 也是很难预料的 所以要做好规划 所以在芯片制造方面 我们看到中国方面虽然有很多政策的支持 但是中国人才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同样我们看到 其实芯片的制造行业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或者化学 它是将数学化学物理 还有其他的什么电子学信息化技术 它结合起来的一个交叉性学科 所以未来的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手中有心心中不怕 也希望中国在自主研发的道路上 可以尽快有着自己完整的体系 当然也希望中国有相关的政策 能吸引更多的学生来读这门学科 来不断的进行基础学科的深造 未来也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更加优秀的芯片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